Hu 你可曾想過 在台灣這座 三萬六千平方公里的島上 除了小吃 美食 濃濃的人情味之外 還是一座百年歷史的 民俗博物館 那我們知道說 什麼叫做結 捷傳統上顧名思義 它就跟竹子的那個捷一樣 因為竹子是中空的 可是它有捷 那捷就是說以前的人 要把竹子拿來當水管的時候 你必須要把那個捷打通 那個捷又很硬 所以要打通那個捷 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所以打通了之後 我們都會很高興 如果說大高興一點 就要慶祝一下 所以為什麼叫捷慶 我們台灣的設計 有一個很重要的方向 叫做聽春 我們台灣的方向 不是說什麼穿新衣帶新帽 到叔叔勃勃吃拜年 所以我們都去驚春 要去哪裡走呢 一般來說都去廟 去廟室拜拜 驚春 驚春 越驚越春 就是我們台灣辦的年年有餘的意思 台灣每到七月之後 大家都非常忙 忙得要普渡 為什麼會普渡 跟如是道三教有很大的關係 如是道三教 在這種所謂的超渡 惡鬼道 或是說這些孤魂野鬼的 這些形式 剛好都是在七月十五 中元節這段時間特別算 五月五 藏若沒吃破條是不完美的 古代人他認為說 今天是所謂的靜月 也就是說諸事是不宜的 甚至是所有的東西 是不能拿出來曝曬的 因為很容易附著到一些不好的慧情 因為很容易附著到一些不好的慧情 我最大部分觀眾朋友看到的都是最後一道程序的 開始滑龍舟了 那其實在滑龍舟之前呢 還有一些很複雜的儀式 最重要的儀式叫做 小工精鋼 繼續後面有什麼要注意的地方嗎 不要說話 不要說話 不要叫人的名字 不要叫人的名字 不要回頭 那我們就安靜 對 整個要走 端午節這個節日 在傳統的印曆的月令裡面 五月 又是五月 中午的五月 所以它又叫做重五 五就是中午那段時間 我們到五時的話 就是十一點到一點 是最熱的時候 所以大家認為說 這個時候是暑氣 開始最盛的時候 那大家覺得說 蟒糖就糟了 蟒糖就糟了 爪什麼都照出來 所以這個時候就怕說 很多那些病毒會跑出來 影響我們的健康 因為我們這裡 必須有一個病毒在我上市 這跟以前我們 古早時代的品客卸動 品客卸動人來 有一個人就是都走到這裡 結果來這裡 這個下流到的地方 所以這裡 有很多人在這裡 當你手握這張入場券的同時 有一項民俗文化 你絕對非看不可 五度來時拉筋肉 這工資工豪在地 我們這邊有出口罩 不像剛才在這裡 對著... 我們這邊有出口罩 好 趕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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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這裡 我們在這裡 在這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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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所谓的张力之气 邪恶之气的意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是比较容易取得的 那我们就借种这个龙树 在法教的方树里面有一个咒语 借种这样子的草木 所以鬼神看不到我们 这样我们就可以躲过这个灾恶 民宿顶有这个旗簾的功法 就是说用这个青色的草木来做 双蛇之物 而且说这个草木一定要折才可以 因为出这个形好产生是一支保险 让这个母型的成分不敢挖过来 保备我们合家平安 再來就是熊黃酒 因為以前小孩的低控爛比較壞 所以就用這個熊黃 在小孩牙頭上面寫一隻翁子 代表好餐廳是一隻真壞的好 讓這些垃圾米都不敢挖過來 只是說這個熊黃它是有獨生的 還可以加上取得不易 所以就算這樣沾沾減酒使用囉 我剛才看到那個 是 這是什麼 我們現在重開的部分 就是代表 架五最正揚的這個 我們的五十幅 也就是說呢 民間認為說 在這個時候開的這個幅的林立 是非常正揚的 正向 穿得到五十水 五十幅 五十幅 這裡都穿邊邊 但是好餐廳 還要省一味 但是五十歲一定要吃的肉粽 但是你知道為什麼一定要吃肉粽嗎 為什麼要拜肉粽 短午前不是吃肉粽就好 為什麼要整天拿來拜神 像這個肉粽 你注意看 這裡有四的角 一二三四 那角的部分代表是陽樹 那裡面米食的部分代表陰樹 所以也就是說 藉重這個角鼠的部分 做陰陽調和 還有一個學說就是說 因為在台灣鍍這個黑水鍋 或者是種種的一個 一個季漿的儀式 那我們會體恤這些 可能亡靈的部分 那用這樣子的季漿的模式 來讓裡面的這個米食 不至於散掉 這個也是另外一個民間的藏民說法 其實這樣講得很貼心 沒有錯 因為我們要整碗飯 在水裡面可能會刷在 要用這樣多包起來 他們吃吃肉 是 很貼心 沒有錯 為了要避開這個端午節的 那個可能帶來給我們影響的 那個毒氣 我們說疫氣瘟疫的疫 一些香褲 不會因為 這個時候都會推出那個香包 配在身上 這等於是古代的防蚊包 跟現在的隨身防蚊包一樣 應該是說這個芒種 這個前後 毒氣後人的關係 都會發展出來很多元的那種 驅穴必毒的這些 植物跟動物 還有器物 甚至還有符令 符鎮五毒符 或是中回符 或是天獅鎮五毒等等 非常多元 沒吃過日最早 破休不敢飽 就是在跟我們說 只要是過過過日最這一天 大天就正式來了 所有的蟒湯 沙葉 我們藏海 在這個時候開始請贏了 沒有告訴我 有阿南島上 團結給大家的民宿 拼聖法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在後面所說的民宿文化 以外 其實在五日最時 苗栗的南地區 有一行每一年 都一定要基盤民宿活動 叫做浙江西港 到底是什麼樣的民宿活動呢 只是在一年 女人所說的民宿 對 都不會被車 kill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